各位到那個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話 往下捲動 就下一道題 就是第五頁的地方 這邊有一個是 member.tst 那也就是請各位幫我做一件事 第一個 把那個雲端上面的第五個單元這邊 第五頁這裡 這邊的話 這個有個檔案 那這個資料的話 請你從編號一直選取 到第五十個會員 我習慣這樣 先選一行 選完之後的話 或者你游標放在那個編號的左邊這裡 然後按下SHIP的鍵 再去點選五十的右邊這裡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選起來 然後Ctrl-C 複製 或者按右鍵複製 然後呢 我如果希望得到這個資料的話 我們就直接到 剛剛的那個 我們放程式的低點底下的一個Python 路徑底下 就剛剛放那個成績的地方 那我們 按右鍵一樣新增一個文字檔案 檔案名稱叫 member.tst member OK 然後呢 請各位把它打開 把剛剛複製的資料貼過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意思是說 其實就是 第一步 假如我要產生一個會員資料 那個會員資料裡面 會有五十個會員 所以呢 我們這邊把它存檔一下 好 所以呢 在低疊底下 在這個目錄底下 就會有一個 member.tst 那裡面的話就是五十個會員 大概這樣 那我們要做幾個練習啦 那第一個 最簡單 就是 第一步呢 請你幫我把 這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讀到 Python裡面 OK 然後把它print出來 第一步 當然呢 第一步比較簡單 好 可是呢 第二步的話就比較麻煩 欸 你想說 第二步喔 如果我給各位呢 一個問題 如果呢 我希望呢 不是要把全部的會員讀出來喔 而是我只要裡面的前十個會員 就是 一號到十號 的這十個會員資料 OK 那我該怎麼做 欸 只要十個會員喔 所以喔 第一步如何全部讀 第二步不是全部 是要前十個 第三個呢 更麻煩 喔 如果我要前十個會員的 姓名 跟手機就好了 編號 姓名 生日跟血型 不要 也就是說 只要什麼 只要這個 他的姓名 然後跟他的手機 這些都不要 欸 所以喔 希望得到這姓名喔 總共十個會員 手機十個會員 欸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所以其實就三個 部分的資料喔 那首先的話 當然喔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讀取的話 第一步請先建一個 Member.tsd 把資料貼過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當然喔 一樣我們開一個 空白檔案 然後呢 開檔嘛 那開檔其實 跟剛剛其實很 就是差不多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以後開檔的話喔 其實在Python 我是覺得還蠻容易的 就是F 等於什麼呢 open 括弧 然後雙語號 你的檔案名稱 那檔案名稱就是什麼 Member.tst 嘛 所以檔名記得不要打錯喔 然後痘點 因為我要讀取 所以加一個R就可以了 這樣子 就完成了第一步了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Member.tst的資料 先預載到這個F物件裡面 這個是一個檔案物件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它全部讀 全部讀的話就S 等於什麼 F這個物件喔 它裡面有 我剛剛講過 至少三個方法 蠻常用的 一個叫read 一個叫readline 讀一行 readline 讀全部的行 那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用read的話 其實意思是全部讀啦 當然如果我們要全部讀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全部讀過來了 所以喔 把這個地方print看看 能不能把會員資料全部讀出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全部讀還蠻簡單的 不過這個地方 它出現有一個錯誤訊息 叫做 CP950 code 的錯誤喔 也就如果你將來出現什麼 這個編碼方式錯誤的話 請你打開剛剛的這個檔案 然後呢 請各位另存新檔一下 這個時候喔 請確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編碼方式喔 記得喔 Windows內建的編碼方式 不能是UT28 如果UT28 就錯了喔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成簡單 你只需要把它改成什麼 ANSi 然後存檔 剛剛的問題 就解決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呢 如果你這個資料 來自於 網路上面 或來自於別地方 編碼方式不對喔 要不然你就是 改什麼 改這個地方 我把它存檔給各位看一下 存檔 好啊 是否取代 取代 OK好 你會發現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呢 剛剛的問題呢 就 迎刃而解了 OK 當然你想說 老師 那可是喔 如果我在改那個檔案 有點問題的話 就是說呢 我可能沒有辦法打開這個檔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的話 也就是它原來是UT28 那這個地方呢 我把它改回來了 假設我們方法一是 去直接把那個檔案開起來 另存 那如果你實在沒辦法去 改那個檔案的 編碼方式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要多加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呢 就跟它講說喔 我要讀的那個檔的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的話呢 它的參數名稱叫encoding 然後encoding這邊會出現 encoding 後面的話呢 請你加一個文字 叫utl8 utf1-8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像剛剛這個member這個 另存新檔的時候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欸 utl8 意思就跟它講說 我的編碼方式比較特殊喔 我的編碼方式是utl8 所以喔 如果你要開檔的話 那你就把它用utl8的編碼方式來開 這樣就不會開不起來了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所以剛剛如果出現這個 CP950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改成ansi 要不不改 就是在這個地方 多增加一個編碼方式 的這個齁 這個參數 好 資新給各位看一下 資新 欸 你會發現 不改的話 欸 這樣也ok 有沒有 好 但是你會發現喔 那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全部喔 我只要前十個的話 欸 該怎麼做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剛剛第一個是直接在那個根木屋底下喔 開 按右鍵 新增一個文字檔案 然後就把那個 呃 檔 這個這個喔 加一個Member.txt 貼過來就可以了 只是說特別小心一下 因為它那個編碼方式喔 好像會 直接就utl8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 欸 小心一下 那只是說做完之後啦 各位可以想想看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只要前十個會員 OK 欸 那怎麼只讀前十個會員喔 來 再把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好